就差不多就好了 都要開始做了嗎 大家 可以 可以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你需要助手嗎 我們帥哥就講 我帥哥助手了 你有要挑助手下來幫你一起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挑一個 就丫頭好了 丫頭來 好可愛喔 講話 那你要挑哪一個 可以了 一個就夠了 好 OK 對 好好 那你 幫忙一下囉 準備 甜品大賽 繼續 甜品大賽 禁食 開始了 它是有禁食的嗎 沒有啦 我只是 你把它打碎好了 打碎比較快 職業病嘛 還會禁食 我們先看白鑫為什麼做好了 就先把巧克力啊 把它弄碎 對對對 正確方式其實要把它切碎 這樣會比較好融化 因為巧克力都要隔水加熱啊 切得越細它就會又有辦法融化 你先把它隔水加熱 我們來看這邊 首先要怎麼樣 我們這裡已經有麵粉 這是兩杯賽鍋的麵粉 然後呢 這個泡打粉 我們要用這個非常專業的量汁 所以就量大概一茶匙半 所以這個就是一茶匙 就這樣 肉桂啊 我就比較喜歡放多一點 OK 那這個就可以先放在旁邊 那我們現在就另外拿一個大盆 大盆子 對 這個就是剛才已經放軟 大概半杯的牛油 我們先放進去 然後我們要混合大概一杯的白砂糖 白砂糖 白砂糖在這裡 一杯啊 那我們把這一杯糖加進去之後 我就會用那個打蛋器開始打 就把那牛油打成那種鬆鬆軟軟的白色狀態 這裡要花一點時間 對 好你可以去那邊啊 我去這邊看一看 下個步驟 示範 單手打蛋 你不會單手 搞得滿手都是 非常不錯 等一下這可是幾回 我有練過 很好到 太十足了 好 反正就是打兩顆蛋 然後呢 再把砂糖 大概到100克 100克 兩杯 兩杯 兩杯好像是 做自然與科學的時候 竟然是 自然與科學啊 火腳還滿厲害的 好差不多了 這樣差不多100克 100 好 然後就倒進去 對 你又 發生一件產品 因為我們打蛋器 剛剛不小心去攪巧克力 所以我們就用 你們亂用器皿啊你 沒有 我就跟大家講說 運用智慧 所以隨地都碰到任何困難啊 感覺是很有智慧的一個女性就對了 然後呢 再加入100克的話 花生油 差不多這樣 100克對不對 對 對 100克 看 平常都有在練 一到就知道了 唉唷 這感覺很重耶 你吃的 不是啊 平常我們吃的甜點就是這樣啊 就先讓大家還原現場 那邊碰到問題了嗎 沒有 因為我們剛才 比賽之前 跟你們換了一個盆 我們這個盆很大 那就很難 有怪到對手的感覺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就沒有這樣用嗎 對啊 沒有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 可以嗎 沒有關係 只是一開始會比較困難 不能怪對手啦 一開始東西很閃啊 等一下就好了 你們這邊怎麼樣 對 100克的 這邊沒有一個盆 沒有沒有用到 沒有我們就用這個 把它放在這裡 100克麵粉 嗯 然後再加一小匙的八粉 你這邊有 OK 對 然後把它弄一弄 小魚 小魚 弄一弄 然後呢 弄一弄 我們要先把這麵粉 拿去烤箱裡烤喔 你看 已經打得非常混合的狀態囉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加這個 豐樹糖漿 用這個湯匙 這個大的是湯匙的量 所以大概 大概四湯匙左右 四湯匙啊 對啊 這個其實這個味道會很香 可是你不要貪心加太多 因為它是液體的 那如果它加太多的話 就會搞到那個麵團非常的濕 應該任何鞋都可以 鬆軟度就會打成口 對啊 那因為那個麵團 基本上不是很乾 也不是很濕的狀態 好 四十 再繼續吧 下一個步驟怎麼樣 就是把這個巧克力 就這樣丟進去 是嗎 對啊 沒有錯啦 相信我專業 到我啦到我啦 我們這邊的液體差不多就打得這樣子了 所以現在就要加我們剛才 要混合那些粉狀的東西 那你不要一次全部倒進去喔 會很難混合 我們分兩三次好了 先倒一點 然後再繼續打 然後再慢慢再加 這就是我們最後要的那個麵團 實際上這裡 我們已經有之前混合好的麵團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黏稠度就是這樣子 不是很硬 可以啊 哇 那腳好軟 對啊 那因為它 最後做出來那個 終極 曲奇餅呢 它是咬下去 不是說會非常脆的 是那種有一點濕潤度的 所以我們這麵團 會比較軟一點 妹妹已經好了嗎 丫頭 取貨 好 一樣啦 沒有那麼塞 這是OK的嗎 我只要讓一下太多嗎 熱一下就好 燙不燙 你用這個紙巾 燙不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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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要幫你拿 沒那麼誇張啊 我真的要燙你 真的是 那妳接下來呢 欸 就把這個 加進去 最後把這個 加進去 欸 對不起喔 要讓 要確定喔 對啊 就最後把這個粉加進去啊 但是 這個盆子有點太小了 對 沒關係 還是要繳獲一下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 你不要浪費 講完你把他弄到旁邊 沒有 你不要浪費 是我們就乾脆在原地那樣子 用好了 你也繳獲一下 對 我們繳獲一下 慢慢繳 好 看一下這邊 好可愛喔 你看 可以了可以了 妳很累啦 好不好 等一下 等於就巧克力之後 喔 內門的喔 內門的喔 我們的終極了 終極的這邊 今天就完了 可以差不多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開始搓麵團了 我先呢 在手上 不用一些油 對嗎 剛剛弄的是這個 弄了一些油 這樣你搓的時候 就不會說 不會沾到滿手的時候 而且 因為它這個 麵團會比較軟 所以其實蠻難搓的 那你要非常的輕 而且如果它真的沾到你滿手都是 就非常不好 所以如果有油的話 就比較容易 那大概搓成這樣 一吋 一吋左右直徑的小球就可以了 然後呢 搓完球呢 你就丟到這個裡面去 丟到裡面去 然後把它外面都裹上 外面都裹上這個 糖 然後剛才這是我們的焗爐的盤 過來這裡 這是我們的焗爐的盤啊 上面鋪了一張牛油紙 那如果你擔心牛油紙 還是會黏住這個餅 你想到是比較容易拿 你就在上面 我在上面抹了一層牛油 也是一樣要運用牛油 對抹了一層牛油 對抹了一層牛油 其實 就少少一點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就是要花黏住 對 對 你好方便喔 然後呢你就可以多做幾個 因為我們這個今天比較小啊 那它 等到焗完以後它會變大啊 所以就 中間可能要隔得比較開 那我們再做幾個放上去就好了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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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